水源国小11号上午办理强棒初级有您真好 北市关渡宫捐赠水源国小棒球专用车捐赠仪式 而仪式以温馨隆重的学校特色舞蹈以及感恩歌曲展现学生学习成果 以及校园的温馨氛围 更表达了全校师生的诚挚谢意 关渡宫除了定期办理奖助学金鼓励全台优秀学子 也会不定时的捐赠各项物资行善全台 透过杨大师悟空联系争取 捐赠全新八人座车辆给华林仙水源国小 让学校棒球对待训练以及参与各项赛事的时候能够使用 这个车子我们要归功于我们悟空师傅 来我们学校现场看查一下 了解一下好在我们可以再报告 那我们的诚信是说有这个机缘 我们必须要先经过我们社会服务委员会先通过 然后才能送到董事会去讨论 社会服务委员会原则上是通过 因为我给他报告说我现场来看水源国小 真的在我们校长跟各位师长带领之下 表现非常好的成绩 尤其哨棒队 我听王主任讲 我们也有在世界拿到冠军的国手 这个很不简单 还有我们舞蹈队也经常拿到冠军 所以他们学校有给我们几份资料 就是刷棒队的资料和舞蹈队的资料 杨大师悟空多年来热心捐赠生活物品 以及白米鼓励原住民部落村民以及孩子们 大师与于校长十余年的前往通浪国小结缘 于校长在105年调到水源国小 缘分并没有中断 后来也不定时的前往学校捐赠学生的生活用品 以及奖助学金 学院相当的黄文贵表示 水源国小不只是舞蹈队和棒球队相当厉害 每年相的语文竞赛也有非常出色表现 可以说是一群语文语武的学校 我相信还没有看到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我想绵乡就是这样 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需求 那感谢台北关注公廟我们的防守室 当然由我们的顾风大师来引荐这样 再加上我们的不分级委员 还有我们的哈纳县长 我非常重视我们水源国小的需求 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秀宁香 来感谢 而这次军事仪式由花莲名主持人 哈纳小姐主持 参与捐赠的仪式由秀宁香长王美贵 县言陈美莲 花莲县政府北七办公室主任由黄明 副本期立委办公室主任薄江生 秀宁香美代表会副主席丁立方 王阳刚主代表水源国小家长会副会长等 大家同时表扬并且感谢光渡公 以及杨大师悟空的善行与热心 活动温馨美好感动人心 记得就欢迎收看小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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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